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欧洲银行开会结果确定了 最高会在今年的第四季 缩减购债规模 而此举是不是间接代表着 先进国家 美欧歌势退场 已经正式启动了 迎见928档期 再加上我们国内的金融业 今年大获利大赚钱 这两个题材会不会成为 下个礼拜重要的角色呢 头一题马上为您追清楚了 这到了主角2021 慕尼黑国际车站 您知道吗 包括了电动车 自驾车 智慧车等等 吸走了所有人的目光 到底有哪些的国际车站新亮点 专家为您说清楚了 这更要讲清楚 第三代半导体 无疑凸显了 半导体新材料 主导权 这场的争夺战 已经正式开打 到底战场是如何展演的 还有到最后的winner 赢家又会是谁 从这台湾厂长可以抢得什么样的商机呢 前进第二个大赌家 今天就放在这了 中国大陆居住大国 请小心 可能他们的金融地雷快要引爆了 问题就出在恒大集团 彭博新闻还报道 如果恒大集团真的破产的话 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冲击非常非常的大 压主带领关心中国大陆经济 现在跟未来介绍来宾 中文大哥你好 仁安好 大家晚安 博杰 仁安好 大家好 管州你好 仁安好 大家好 世新晚安 仁安好 大家好 收最高 台北股市今天大涨170点 您看到了K棒吗 今天开在这儿 收在这儿 没有错 今天是以当天的最高点做收的 而且把这条猪线跟季线 全部都站上了 就在今天所有军线才在脚底下 好成绩得感谢 会市市场美元出现了两天的转变 台币又就这么顺势的转升了 所以资金流进来买股票 还有加分的是电子无虎 终于无虎再次呐喊了 讲到了无虎台积电群王 看一下标题 台积电的营收漂亮成绩单 8月份的营收公布了超过1374亿元 创下历史次高记录 台积电的骄傲也是台湾之光 另外还有包括今天除袭的 画面上三档标的都完全百分百填席 资金比重是在这儿 但可惜这个礼拜 周K反倒是收黑的 周K黑十字是跌42点 贵买也是个周K收黑的 但您看 集中贵买周K低 有没有都出现了黄金交叉 这当然是带来一点点喜讯跟期待了 外资更是期待了 竟然外资有卖转买 而且呈现了大买超 感谢PocoRatio值往上挺进 冲很高呢 所以下个礼拜很有期待吗 错 因为期货空单突然间的 截了好多天 今天是大局增加 我待会就会问一下灌州了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所以一点都不意外 下午3点开盘的期货夜盘 竟然一度往上做挑战 到最后还是翻黑了 所以走不闻 到底供给动能还强不强呢 我担心 拳头涨 雅州股市今天拳头红 跟您报告 台股今天之所以能够收在最高 信民公司推了一把 惠玉对外说 台湾的主权债性平等 本来从AA-调高到AA GDP我们台湾今年GDP 也上修到6% 第二个好消息 资金流入刚不看到台币的走升吗 27.67升 人民币6.4都升到近三个月来的新高价位 会不会撤出亚洲的热钱 现在放缓不掉了 不再撤出了呢 当然说到了亚洲股市的红 还有来自于一个和缓气氛 博节请上来 就是JJ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中国大陆主席习近平 跟美国总统拜登要通了电话 说些什么 麻烦博节了 还有我大胆假设 先进国家美欧 歌势退场正式展开了吗 欧洲央行开吼会议之后 决定第四季缩减购债 只因为通膨 太恐怖了 那美国部分联总会 永久投票权的这位委员 说今年TAPER就是缩减购债 是适合的 那么都在今年不就先进国家 都要各数退场吗 你看上个礼拜出领失业金人数 是疫情之后最低 都已经就疫情况好转 当然就要缩减 缩减资金了 两个新闻麻烦您 第一个新闻很重要 这个从最近七个月 美中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对话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拜登 跟习近平通话 习近平马上念了一首诗给拜登听 他说三重水腹已无路 柳岸花明又一村 讲什么 好像之前关系很紧张 现在似乎有点转机 所以习近平就讲 他说中美关系 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四季之问 也就是说这个是共同作答 答不答的好好看 我们两个怎么去努力 可是三重水腹已无路 柳岸花明又一村 不就意味着中美关系 即将要见到曙光了吗 这是他自己讲的 他希望是这样 那拜登讲 拜登也有说 有回应他的话 你看他说两国没有理由 因为竞争而陷入冲突 但是他有讲 他希望大陆要更认真的谈判 以上这些我说真的 他们两个在讲话 我们听不到 这都是媒体在事后转述的 我觉得后面这个比较重要 推动这个所谓可合作议题 你看阿富汗最近的问题 大陆第一个去承认 又金援 这不是会不会去摸到美国的逆铃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吗 中国大陆金援阿富汗的塔利班 对再来南海冲突 飞机大家飞来飞去两国都飞来台湾 那到底南海冲突能不能缓解 那另外一个美商在大陆的投资 你看最近大陆狂打这些重要的这个科技公司 让这些相关的美国的中概基金不是赔得很惨吗 那到底中国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再来美中贸易刚才讲到怎么样去谈判 那另外欧洲央行跟这个美国联准会 大家在讲歌势退场 你看欧洲央行他很有诚意 他说第四季我会减缓购债的步调 可是拉加德说 我还没有决定接下来怎么做 他跟你说我可能今年会减 我是12月31号才决定要减 还是什么时候 他没有讲代表说 其实他的步调非常缓慢 你看现在每个月买800亿欧元 市场估这句话讲完 可能一个月减少买100亿到200亿 那另外这个F1C的永久票委他有讲 他就说其实我们要看看 看看什么看经济看疫情来决定 到底什么时候 现在看起来9月不太可能 所以会不会在11月 那退场的规模怎么去弄 我觉得这个都是目前让市场 稍微喘一口气的这个议题 如果都在今年的第四季 美欧央行都决定购债规模缩减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着 他们的割市退场已经在今年年底正式启动 对 那但是大家在乎的是你的时间跟速度 你如果他很长 然后减很少 其实这个对市场最有利 不过让他们缩减这个退场的时间 提早在今年的年底 是不是也因为通货膨胀压力大 没错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十年来最高的这个通膨的问题 好那再来 如果说了 开始割市退场的话 其实对美元来讲 它是有利的 但是因为美元最近我们看到 94这个位置一直没有站上去 所以你要把它当作是什么 低档在震荡打底 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个后面一些状况 搞不好破底也不一定 那当然要观察 跌破92这个位置 对原污料来讲 它非常的有利 也就是原污料价格就有机会 再度的往上一直走 因为原物料呢 都是美元计价的 多数期货商品 美元如果走遍 原物料价格会挺近 来请说 好时间大家长一点点 你会看到美元其实 有没有就是在这个大的箱形 94关卡过不了 这边的92 所以如果呢 升过亚洲股市要担心 扁破原物料是利多 好那台币呢 好台币目前短线看起来 就是外资还在贿入 所以这边看起来就是 升值几率比较大 但是它的区间大概是维持在28到27.5 好区间在哪 帮我们换一下 你看台币大概28这个位置 一直过不了 对不对 那27.5呢 又是前面这个低点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央行的底线 所以请问 如果台币像这样子 往27.5靠 外资的买盘就会持续了 可是如果一个不小心美元走强 扁破28的话 那么外资就会由买转卖了 对而且会卖很多 这个要小心 注意一下了 所以台股下一步观察 台股目前缺量 你看昨天的量是创8个月以来低 所以台股的关键在哪 要出现人气的主流族群 要有重炮手带动 那人气回来量就会大 那今天呢 今天有领军的重炮手吗 有 今天有 第一个IC设计 看一下 很多种您办 至原市新 再来 好 再来是车用电子的部分 车用电子 我们今天也会探究喔 那再来就是钢铁股了 钢铁股今天油量有加往上的 了了 那么接下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外资的动作 外资今天虽然空单稍微有加一点 不过我看以近期的状况来讲 两万口以上你才比较需要担心 超过一万五 你就开始警戒一下说 外资有没有在一直空 如果没有 那你就不用太过于担心 第三点 好 第三个 如果大盘真的要往上攻一万八 或是要站稳一万七千五 三千八百亿以上的量是必备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从近期外资的动作跟量来看的话 一万七千点只要不跌破 都是要看多的 大盘日K 那请问一下 如果量啊 一直都没有达到攻击量三千八百亿 像今天也连三千亿都不到 那行情会祸着咯 行情就是一个大的缺点在震荡 OK OK 就是万七到一七五零零左右 知道了 不过呢 行情如果祸着走 就是因为主流气势不够强 今天的题材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三星讲话很大声 三星说 它的三奈米先进制程 紧追着台积电 如果以EDA工具 释出的时程来看 EDA就是电子设计自动化 你看三星才插我们台积电插四个月而已 这张图表来看一下三星的七土星 图表乍看很恐怖 可是你看三星过往的进度都是 讲的比做的还要厉害 不过最近要小心什么 李在龙放出来以后 有没有可能请集团全力的资源来做这一块 这个是我们要担心的 不过你看从量产的时程来看 虽然都在明年 对不对 结构来讲 当然我觉得还是台积电比较好 可是时间点有四个月的差距 我问你 之前建筑有教过前线专家 就是他这个电晶体结构 所以就做出来这一颗晶片 这一颗晶片 都是用三奈米高阶制程做 没错 但是结果这个是骑士厂销电晶体 这个是烦肉炸机 那如果这两个比较谁比较强 应该是这样讲 这个ThinFit这个是做比较久了 他是拿这个过去的制程来做改善的 照理来讲这个是量率比较高 可是大家会讲 到底谁是真的三奈米 因为GA又说很强 但我说GA很强 没有说但是三星 你真的做得出来 量率有九成你这样再说吧 对啦 新技术就怕量率不高 那EDA这个呢 好 以时间点来讲 当然你看一个是这个今年的五月嘛 一个是今年的这个九月 对 差了四个月 可是我看实际上 应该还是会差半年以上 跟您报告 因为这个都是新技术 所以呢 电子设计自动化 这个技术一出来之后 才能够确定你真的能够量产 所以大家才会用这个来做比较 客户呢 你看客户 你就知道到底谁厉害 对你看 有苹果高通超为辉达联发科选台积电 那三星只有谁 只有苹果跟高通 所以我觉得其实目前来看要担心 但是不用太过于忧虑 2330的股价来一下 我们做个检视 包括2303台积电 台积电短线上这个守住十字线这个位置 其实还ok那我觉得前高这里你就观察 大概是615到620 守稳他就有机会震荡再往上走 617620 守稳是重要任务联电 联电的话也是一样 你看前高这里 大概是在62到63也是都守住嘛 所以这边应该还是有机会来挑战前高的 跟您报告这两档今天都是外资买 但投信调节哦 接下来有人要推新品了呢 科技新品连环发联发科 用它的6奈米高阶技术 有一颗新的镜片 新设计出来的叫做迅亏900T 新5G平板 这是什么东西 伯姐讲一下了 听说这个平板 加上是华硕呢 要迎接微软的Windows 11 这上次专家有说 因为这是微软的新的作业平台要推出 所以华硕很多的新机也要随之而推 那是不是需求没想象当中那么差呢 请说 好我们先来看联发科的部分 联发科这个新品 我们讲到这个6奈米的部分 迅坤系列的平台 这个就是一个晶片组 晶片组这样 就点上之前的那个天机 对对对 天机是for手机的嘛 迅坤这个就是for平板的嘛 或甚至NB的这个部分嘛 好晶片的名称 设计出来那个晶片的名称 对那重点是说 因为这个是采6奈米的制程 你看到6奈米制程 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高阶在用的嘛 他整合了计算通信多媒体 AI游戏无线连接等等功能 代表说这一套就是万能的嘛 对啊怎么那么强 对算很强 对对你看6奈米制程 8核心的CPU 配上2K的解析度 120Hz的显示率荧幕 这代表什么 这拿来打电动很好用 电竞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多玩家在追求的 效率高了 对对对 还是设计联发科力望享受 马上检查 好我们看一下联发科 你看联发科短线在这个大概 8007到950区间震荡 不过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 慢慢来突破950的关卡 950就是半年线了 对 ok 力望呢 好力望的话最近还在创高 今天涨停办 对那其实你下面 不管是放外资加投信 你会发现法人最近 投信稍微卖 但是换外资接手 所以什么接力再做多 你看投信买第一棒 外资接第二棒 股价是这样 对 翔硕呢 好翔硕也是一样 瀕临前高 那你看外资跟投信都还蛮偏多 满了一个月 对都还在慢慢买 华硕 接下来华硕新闻 好华硕先前有讲到 他推了这个ProArt这个系列 就专门给创作者在用的 那还有又推了一个什么 搭载OLED荧幕的新款笔电 目前从全系列来看 包含ROG这个电竞的品牌 跟这个Vival Book 他算是比较中阶的 ZenBook算是比较中高阶的 商务的这一块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都是For Windows 11 那作业系统 对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推这么多新机呢 当然Windows 11出来 还是会有一些换机的需求 而且现在疫情 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在这个区块 我觉得大家观察 感恩节前的销售 就是一个指标 跟您报告 如果您看到 有Book Book集 这个就都是笔电 电竞的笔电效能 是最高最强也最贵的 还有这个ProArt系列的笔电 就是For那个YouTuber 不是拍完片之后 像蔡阿干那些都要剪接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For这种的 好那我们来检查一下笔电 华硕 广达 鸿海 来K 好 华硕从这个除全息之后 他就在相对低党震荡 那年线不要跌破之前 还是有机会震荡完来做填息 年线310不要破 广达 好 广达也是一样 因为最近NB都是这样走 72.5要观察一下 因为大盘往上 他反而往下 所以这几天可能会在72.5这里 有保卫战 但是一旦如果跌破 或是说有出量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 2317 鸿海 鸿海走势就稍微比较平稳一点 鸿海大概就是维持在100到112这个大区间 目前就是在这个区间震荡 你看股价有点偏弱走不太动 就反攻力道不够强了 今天三党标的 外资都正在卖方的 说到题材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 要麻烦博捷了 也就是特别麻烦博捷 第四季的重要消息 不知道下个礼拜会发动了 因为我发现到 银建股好像热了 北台湾928党期新建案 听说是史上最大量的 此刻今年 金融业今年获利 可以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题材说一下 第一个 928的党期今年爆出了2690亿的大量 这个跟去年相比 年增率高达64.5% 如果以金额来看 大增超过千亿的推案量 台北市推了847亿 新北市推了955亿 你说我们有机会 当然是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股市热 再来什么 资金很宽松 台商也跑回来 台商跑回来是带动这一波 不管是房地产工业用地 甚至是股市往上走 最大的这个推手 所以第二个答案就好 还没讲完的 回来之后再来说 下个礼拜开始 二五类的银建 有没有机会发动一下 暖身往上带量往上 有机会做轮动 有机会访试 博姐谢谢您 来先请回座 所以啦 二五类 寂寞一段时间了 银建啦 房市啦 甚至金融二八类的 下个礼拜的展演 就让博姐把它讲清楚了 指标股怎么挑呢 待会您就知道 接下来这个呢 不用挑 因为大家都很惨 亚洲国家 请有心理准备 因为两大变数 已经形成了 一个叫做CRB指数 听说创下新高 还有美元 现在呢 就算回了一下 还会再冲高哦 观众跟我说 就是这两大变数 会把亚洲国家市场 害得很惨 真的吗 这个美元升值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还没有升 但是最近FED官员 这个谈话 有事没事都可以来一下 所以说未来 如果美元升的话 那亚洲国家 特别是新市场 如果经济没有起色 那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看我们就是新兴亚洲了 所以呢 这两个最担心的因果关系 是不是真的要害怕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讲到亚洲最大经济体 应该是中国大陆吧 以GDP的规模来看 中国大陆这一家公司 颇大的IC设计 龙头老大哥豪威 前阵子大砍单 我们台湾厂商吓得半死 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担心 实心 其实这个大砍单 到底是真的新闻 还是乌龙一场呢 另外这个大砍单 它到底原因在哪里 对我们台湾到底 哪些厂商会有影响 影响大或小 我们等一下为大家做分析 讲得真好 我得要先弄懂 豪威什么样公司也 您真的很重要吗 会有乌龙吗 乱传消息吗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讲到了应对 这些都是科技电子大厂 台湾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多数是依赖出口的 出口又以自通讯 电子零组件出口量最大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 台湾的出口 如果你去看电子零组件 出口的年增率 只要是上扬 台股套动了 一定就会涨了 是这样吗 陈龙大哥 对没有错 这个台湾是电子王国 所以电子业的一个出口 就带动了整个股市的行情 那我们从这个 该图表里面看到 好像有一点点 在往下的状况 那待会我们说分明 确实 刚刚图那个年增率的幅度 没有再这样了 有一点点地界 所以台股需要我们担心吗 出KD的黄金交叉 我都觉得是加分了 都问陈龙大哥了 陈龙大哥的第二大题 都是粉丝提问的 两个粉丝密集问这些问题 奇怪 货柜船明明有利多 为什么还在破底呢 还有另外一个 前日子听陈龙大哥有讲 往下跌可以低买 可是现在股价还没有止跌 请问我到底是要认赔卖 还在续报等它 接下来的春天呢 等到到吗 第二题听仔细了 按证点击